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北高两个市长的选举 台北市因为统独之争 大家弄得紧张兮兮 在高雄市就不一样了 在高雄他们最近最流行的选举话题 就是杨桃树到底被砍掉了几棵 那么另外张俊雄这边他说 吴敦义你有砍杨桃树 但是吴敦义说我没有砍 但是我听说说访的人 他的鼻子会变长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你认为是吴敦义的鼻子长 还是张俊雄的鼻子长 或者是两个都很长 请你赶快打电话题来 尤其是高雄的乡亲们 请你们展现你们这个问证的积极态度 给全国的观众看 那么到底砍掉几棵羊桃树 我们的张俊雄呢有话要说 张俊雄呢有话要说 张俊雄 张俊雄先请你跟这个所有市民说说 你的证件到底是什么 我的证件非常的简单 君雄一直主张 瓜牌十五年 工廷都化康 有心拼无心 打到大欢心 我们的高雄 算我们的中正雄 我们的高雄一定有好康 使出我们的女人 每一个都水灯灯 好不好 阿兄 我们的高雄 我们的中正雄 可是啊 我手上有一张漫画 说你们 你跟这个吴杜玉两个人都是长鼻子 到底你们谁是长鼻子啊 我想 最近 为了杨桃树的事情 很多市民见到俊雄 就会问问 俊雄 你的鼻子到底有多长 我想各位 你们以后 不要再问我的鼻子有多长 要问我的鼻子有多大 多大 因为 俊雄绝对不是长鼻子的 俊雄充其量 只能算是大鼻子情圣 大鼻子情圣 你看 另一位市長候選人吴敦毅先生 他连算数都不及格 到底是87还是83 都弄不清楚 他怎么有资格 来作为我们高雄市的媳妇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作贼的喊作贼 还说俊雄是说谎成性 我看这一场高雄市党的战争 根本就是我大鼻子情圣 大鼻子张俊雄 对抗长鼻子吴敦毅的一场战争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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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杨桃树的事情 根本有人讲说你是小提大作 我要解释一下 这绝对不是小提大作 小树都有长成大树一般高的一天 更何况 我们从小就读过一个美国的故事 那就是美国的总统 华盛顿先生 他小的时候 虽然看到了父亲的樱桃树 可是他勇于承认 虽然被打昏了 但是他长大了以后 他因为他的诚实 而当上了美国的总统 所以这件事情是从小见大 绝对不是小提大作 不相信的话 我现在就请到了 美国的总统华盛顿先生 到我们的现场来 我們歡迎 美国的总统华盛顿先生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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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先生 我就是美国的国父 乔治华盛顿 哇 这挺好吃的 大家都知道 我从小是砍樱桃树展蛋 可是美国最近的樱桃树 已经被砍光了 因为大家都模仿我 所以我到台湾的高雄来 听说这里有很多羊桃树可以砍 所以我到这里来看看 看看 我是来这里看一看 不是砍一砍 那请问一下 你有什么心得没有 心得没有 OK 关于这一点 我只有一个心得 那就是你看什么书 都是没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诚实 要有道理 想我 我就是因为很诚实 所以参加美国的樱桃树 总统先生 你的身材保持得不错嘛 过奖 过奖 那是因为 我英特 我英特 英特 英特 而且我是你们台湾出产地 羊桃 所以我的身材是很好 那请问一下总统先生 那请问一下你各位有什么建议呢 OK 关于您这个问题 我只有一个建议 不管你是砍羊桃树还是砍樱桃树 我不砍树 我不砍树 那都没有关系 最重要就是你要诚实 相信我 你可以做 耶 好 请支持张晋雄 张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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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讲谣 张晋雄 你们要跟头头 各位 时间已经不多了喔 请赶快打电话进来 因为到10点的时候 电信局还是会准时把电脑语音投票关机 所以你要赶快打电话进来 那么今天呢 我们得到一个最新的选情快报 就是国民党以正式呢 打出了主席牌 今天晚上李登辉总统呢 在这个圆山愿请这个工商界各界的人士 那么目前状况怎么样 我们请自由时报记者 为我们做现场最快速的选情报道 自由时报记者 请说 是的 我是自由时报政治组记者许盛梅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北市的圆山饭店 国民党今天打出第一张主席牌 由李登辉主席出面为台北市长黄大洲助权 许多党内大佬和工商界人士 都出席了这项餐会 虽然中山北路今天大塞车 但是李登辉主席今天晚上的心情特别愉快 他刚刚跟大家说 他做了三年半的台北市长 但是觉得很惭愧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不如黄大洲 李登辉还说 他认为同样也做过台北市长的内政部长吴伯雄 党秘书长许水德也应该感到惭愧哦 因为他们任内没有完成的工作 黄市长都做到了 李登辉还说 黄大洲呢就像一道菜 看起来不好吃 但是越吃越好吃哦 至于选民到底喜不喜欢吃黄大洲这一道菜呢 李登辉卯足全力为黄大洲做品质保证 但是这个主席牌的效应如何呢 有待进一步的评估 OK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请你继续注意这事情 那么支持国民党朋友 你看到了 连主席都已经出动了 所以你要赶快打电话进来 那么各位 我是一个政治的漫画家 那么我有很多政治漫画家的朋友 在选举期间他们做些什么 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把他们请到这边来跟大家讨论 去年县市场选举里 国民党以一幅反手为攻的黄色主席漫画 成功的发挥文宣效果 使民进党一度陷入窘境 而民进党候选人尤青 大量使用漫画 嘲讽蔡城邦的财酸色彩 也让国民党在台北县吃足了苦头 图像式的漫画由于生动有趣 而且诉求直接 近年来在满市密密麻麻文字宣传的旋战里 已经逐渐发挥威力 成为文宣新宠 漫画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不积这个形式 可以无中生有天马行空 把漫画的特性夸张气味充分表达 那这个也是一个文宣一样 你要包装一个人或是退教一个人 你就必须用这种方式来 就是大家喜欢的 或是你的适求的族群是怎么样 他喜欢看电影 你就用电影来包装这个人 他喜欢这个漫画 你就用漫画来包装它 漫画运用很广的时候就是 他最主要他的对手已经出来了 我人家主打他的时候 就是找他缺失 用漫画会比较好表现 抓住漫画的特性 曹野两党针对年底激烈交手的 老人年金这个公共政策议题 也不与儿童的采用轻松趣味的漫画手法 展开强势攻击 这是国民党为了争夺银法族的选票 所制作的整本漫画 内容全都是批评民进党老人年金政策的不适 而说服漫画则是民进党 针对国民党提高金额的老人年金策略 进行反击 民进党是喊五千或六千 然后国民党就喊万一 也许就是李登辉投出一个球 让施敏德去接 这个万一的这个球 但是这个万一这个球是什么 也许它是一个炸弹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有很多思求可以画了 漫画在选举文宣里的表现 已经越来越抢眼 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 其实选举文宣漫画的挥洒空间 与政治的民主开放程度 有着极微密切的关系 解研前后 政治实质漫画家的境遇 好比穿越一条幽暗漫长的隧道 乍见光明 我们从三十年前开始画漫画 那时候画漫画 跟现在的环境不一样 那时候画漫画是受压迫 我们的漫画要送审查 那个是那个时代 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政治人物假使我不画他的话 他还会打电话问我说 乙夫先生你为什么不画我 很多政治人物他希望的是 他希望的是说展现他的幽默 他的这个民主的容忍度 所以时代完全不同了 而同样也在准变中的现象是 过去戏略嘲讽式的漫画文宣 几乎是反对党的专利 而很少使用漫画的国民党 在漫画中总是只有挨打的份 其实漫画不是说用来过公送罗的 我是觉得说针对了他一个弊病 一个执政党的弊 因为执政党你做好应当的嘛 做不好是让你批评也是应当的嘛 但是才不过几年的光景 逐渐失去一党独大优势的国民党 在大量使用的漫画文宣中 所显露出的攻击性 早已不比民进党逊色 在文宣会的这个主导 以及审党部的这个主导下 有了这个候选人要我来 画出对手来攻击对手的时候 他说他以前是什么不良少年 曾经这个做定的幻事 而且曾经在这个地方 这个遗漏乡民啊 当然漫画的表现形式 不只局限在批评嘲讽而已 像是要对满目苍蝇的台北市 提出美化适用的证件诉求 就非得具有超现实想像空间的漫画 才能表现 这个是台北市政党 那时候前不久委托我来设计 台北市政府委托的 台北市希望说能够 让台北的淡水河也能够很清澈 就是我们的市长 黄市长 黄大洲 他要彩惠台北 尤其是七号公园这个 建的美人美奂 希望它变成一个森林公园 而候选人为图显特色了 加深选民的印象 自比为超人 大力水手 大象白露丝等卡通造型 也只有靠画笔来帮忙了 林佐水 陈水扁 包括跟神父兄 他们三个人联合起来 去做了一张报纸的全版广告 那么是透过这个自立一个向阳先生 他来跟我邀告 要我帮他们三个人 做一点造型的设计 我朋友里面也有国民党的嘛 也是蛮老交情 譬如说帮他画个 路口之类的 像这类的 像这些东西 这含显其比较无关 就是我帮他设计个形象 是形象 这个就是形象的设计 不过 宣传美化自己 攻击丑化对手 虽然是当前漫画文轩的主流基调 但事实上 这样的表现手法 在漫画家的眼中 却有见仁见智 褒贬不义的争议性 在设计的过程里面 免不了这种规点 免不了这种攻击性的东西 其实我是 其实我觉得 你没人设计 我也跟你设计 你帮一个候选人 做这种选举漫画 事实上等于是 在帮他做背书 通常我都是先挑明的讲 第一个 我不做对手的人身攻击 你要对自己的政见做宣传 正面宣传 我愿意 但是我们绝对不去攻击对手 我不喜欢做这种事情 漫画一般事实上 它是比较批判的态度 但是我不喜欢丑话 我比较偏向于 就是说一个政治人物 他在他的那个政治活动上面 是不是有替人民讲话 最重要 你只是接受某一个人的条件 或是接受到某一个人的报仇 你就来骂对方 来建画对方 然后不择手断 用漫画的笔划 来做一种很恶毒的攻击 这样对你来讲也是一种伤害 这样如何让漫画想象的翅膀 不受到政治乱流的影响 而能够自由飞翔 这是漫画家和政治人物 都应该共同思考的课题 不过我在选举期间 是不画任何选举漫画的 因为我必须保持中立 所以你要是看到 任何的有关于我画的政治漫画 是可能不是过去的新文漫画被倒映 或者是经过授权的 那不是我特定为哪一个候选人画的 OK 我们电脑语音已经停止了 那么我们看得到呢 这个主张呢 吴敬毅的鼻子比较长的是 7959通 所以是最高 那么这个张俊雄先生 就笑得非常的快乐 不过张俊雄先生 你不要笑得那么快乐 其实真正的赢家是电信局 因为几分钟之内 就抠尽了这么多通电话 OK 明天同一时间 请记得李涛的全民开奖之后 收看余怡夫的选举万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